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这边的主角其实并不是游戏了 大家有计划是可以跟游戏好好玩一下 我们的主角在最里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一下吧 我们的主角就在这里了 是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AMD展台里呢 其实是由我们E卡通啊 这次在里面展示的一个全新的智能座舱的部分 那我右手边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展示的部分 大家可以打三块屏幕 然后外加一个游戏手柄 那这三块屏幕呢 其实就是很好的还原了车载的一个环境 最远侧的那块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液晶衣表盘 而中间的这块呢 则模拟的是一个中控屏 右手边的这块既可以是这个副架屏 也可以是我们后排的一个娱乐屏 那三块屏形成一个联动 这个整个系统被称为这个EVBG5 Pro的一个智能座舱 那么整个的这个模拟的效果 你真的效果其实非常的不错 我们的话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 那么有关于这款产品啊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和好奇的 没关系 我们今天要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 就是EKATON科技的CEO沈子余沈总 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有关于这个系统的更多的一些疑问 沈总你好 给我们AUTOLAB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AUTOLAB的各位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沈子余 EKATON科技CEO 你好沈总 就是我们这次在AMD展台上看到的 这个整个的系统 是这个EKATON登录 NASDAQ之后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那整个的这个三屏的互动 也是非常的炫酷 就希望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时候 你们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这个产品是继去年我们跟AMD宣布战略合作以后 推出的首款 就是基于AMD锐龙的整个计算平台 主要是针对智能座舱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 因为我们想跳出之前的这个 整个运算瓶颈所规划的 因为AMD给带来了巨大的算力和GPU的能力 能够把桌面级游戏级的GPU的渲染能力 带到汽车里面去 那么随着汽车智能汽车的发展 大家看到屏幕越来越大了 已经是跟手机的屏幕已经形成巨大差距 其实是 在这样的话 屏幕大的情况下 分辨率高的情况下 那么需要更加多的3D的渲染 以及动向来增强用户体验 在这个情况下面的话 传统的移动终端的GPU 就不能够基于未来的潜力规划了 所以说我们想找到一个更高的天花板 所以说在这样背景下 我们才做到这个平台 那么整个这个X86的这个高性能芯片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车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明白 X86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PC嘛 那么PC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并发 其实是 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款产品的CPU高达400个K DMIPS 现在主流的其他的平台 基本上在200K左右 像现在主流的骁龙的815是100K 其实我们做了多年骑车的项目里面 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在车内有很多并发的场景 比如说你要听音乐 又要导航 然后同时你还有语音 你这些是很常用的 那么在这时候并发的时候 你的CPU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支撑 那么之前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个行业的领军 特斯拉 其实很早就用了AMD的产品 然后现在主流的特斯拉产品就是AMD的 那么在这个上面 其实它最重要解决就是一个CPU并发的问题 那么X86带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可以去做很多并发的事情 然后给我们带来很流畅丝滑的感觉 这样子 那么我们相信就是整个这个平台 应该是第一个会在我们的Smart车型上做一个实用 对 现在目前我们宣布的是Smart 是这样子 但是也还有很多事情在谈 那您觉得就是说 这个会给Smart这个车型带来什么样的优势 另外就是什么样的车会更适合这样整个的应该 明白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Smart OS这次在第一台精灵一 包括未来明年 即今年还有第二台车上面 我觉得会获得巨大成功 因为Smart OS上面主要是以3D和动效来互动的一种场景 这是基于代表的设计团队来做的 他们是非常创新的团队 而且Smart OS的整个体验目前还是网速好评的 那么下一代的Smart上面 Smart就决定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用高性能的CPU和GPU来增强Smart OS在这个层面上的能力 因为Smart OS是专门弹幕的设计 然后Smart来用的 所以说在这上面他们有长期的规划 那么他们希望给用户带来的是年轻愉悦 包括很强的GPU和CPU的这种渲染 那么在这个情况上面 这个平台对他们来讲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 是这样子 那么对于这个平台来讲 我认为在中高端的电动车平台上面 是有大量的潜力可以去挖的 因为它上面不仅有渲染的这个GPU的这种感觉 其实还有一个是音效 在上面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大家电脑上面已经玩了很多了 你的什么全景深啊 看电影啊 其实是很熟悉的 因为这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带到汽车里面去了 那么就不需要去 你跟在汽车里面的在 做一个专门的音效喇叭 而是全部在这上面 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音效系统也是未来一个很打磨的一个点 是这样子 其实小小的车机 目前承载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除了最初的时候的导航音乐以外 现在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视频的观看 比如说游戏 那么整个的这个视听的享受啊 也会在车机里面得到提前 这也对整体的硬件和软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易卡通和AMD这样的合作 给了我们更多对未来的畅想 也让我们对于未来汽车啊 有了更多的执念 好了 我们今天对于AMD展台和对于易卡通的这个探馆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AutoLab在最近几天为大家带来的CES202掃点全方报道